欢迎收看手机游戏My Survival我的生存 我是尼亚斯 好那我们今天继续来游玩 然后上一集好像拿到了红色水晶嘛 所以我们要来继续了 已经生存25天了 上一集有观众跟我说 好像有一个地方有黄色水晶 但是我不小心遗漏它了 不过没有关系 我相信接下来呢 我们的运气会非常的好 应该也是可以拿到这个黄色水晶的啦 那首先我们先修一下这些尖刺的部分 稍微修一下 哇感觉都需要 我觉得我这个板手应该耐久不够哦 好我可能要再去做一个板手了 OKOK板手板手 好做板手做板手 做板手 修理东西 再修理再修理 OKOK好 然后我看一下我现在身上的东西够不够 我现在有41个银哦 那我们来升级一下我们的鞋子好了 呃这个鞋子啊越升越高速度会越快啊 所以大家可以升一下 看个人啊 因为我的材料银其实不是很够 我就先维持这样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今天要来挖 我看一下哦 今天来挖金好了 尽量挖金啦 一样是挖矿啦 收集东西啦 但是 就是看有什么东西就收集啦 啊主上就有那个金矿 我们看这一集能不能拿到黄色水晶啊 前一集有观众留言说就是 呃 他觉得啊 因为我上一集是有说嘛 两个那个下塔摆在哪里比较好 可是有观众不是回答说 两个下塔摆在哪里比较好 他是回答说浴和塔比较好 可是我连黄色水晶都没有 我不可能做浴和塔 你跟我说浴和塔比较好也没有用啊 因为我没有材料啊 对啊好那我们继续制作那个十字稿 我就直接一次升到铁了啦 因为现在的铁还算够 而且现在路上的铁超级多的 呃前几期也有观众跟我说 我可以直接把十字稿升再高一点 一次就可以挖更多的矿物 可是基本上目前你们看我的地图中哦 是铁最多 金的部分还有银的部分 还没有到那么多 所以 现在升到那么快 我是觉得 反而 也挖不回本啊 对啊 我个人的看法啦 对当然 就是每个人玩家玩的法 那个方法不一样 今天我有点紧张 其实我今天是边直播边录影的 只是 呃我这边不会回直播观众的留言啦 因为怕 各位就是 后来看影片的观众会觉得怪怪的这样 嗯 然后就有点小小的紧张 我看一下现在的木头 呃 25个不太够耶 我们今天的时间应该又会不够 每次都是 所以到时候可能要 真的要升级 考虑升级看看那个 道具的部分 好 我们的斧头先不做啦 因为今天是矿物为主 我们下一集再来砍树就好了 再37个还算够 好 一样看一下哦 有蜘蛛 蜘蛛不理他 铁矿下几个了 55个 好再挖一个就忽略铁矿 等一下就看有没有银矿跟金矿吧 OKOKOK 有没有银矿或金矿啊 好像没有耶 也没有黄色水晶啊 哎 有银 两个银 换完这两个银应该差不多就晚上了 然后我们回家就来做那个下塔的部分 呃 前一集 我问了观众的意见哦 可是观众好像都 没有给一个详细 哪一个塔盖哪一边会比较好啊 只有说 呃 就是攻击力下降的塔就盖 怪物比较多 就是老鼠比较多的地方啊 所以我们今天就 呃 15耶 好 回家吧 回家回家回家 快快快快快 关门关门 呃 我家长了一棵树耶 我家长了一棵树耶 我家突然长了一棵树耶 好奇妙哦 OKOK 好 那我们先做个斧头 我们先做石斧就好 因为没有说很必要 好那再来我看一下哦 我现在可以做 攻击力下塔嘛 我先做一个出来 我看一下哪边的 好像是右边的比较多耶 可是我们确定这边 能不能照到 哇哇哇哇 应该是左边哦 应该是左边 我盖左边好了 等一下等一下 好把它盖出来 快快快快 OK 这个你要照到范围 老鼠的范围才有用 没有照到它没有用 所以你盖在正中间 照不太到 就没什么用啊 然后我们来烤一下肉 OK 烤一下肉 好然后水的部分 水晶的部分 但是我们就先丢仓库 好水晶 红色水晶 我们现在没有黄色水晶哦 先给大家再试看一下哦 然后十字鎬的部分 等它快爆我再把它升银质好了 银32鎬好像也不太够耶 看一下能不能买银 好买一下银 然后 呃 其实树的部分 我私底下有试过啦 就是种树种一排 在手机上 可是你会发现到后期 老鼠几乎只要一经过树 树马上就爆了 所以我是觉得后期应该也不实用了 树的部分 树的 哪 种树来当围墙的部分 就不做了啦 对啊 然后我要吃一下食物 好像 不太够了 OK早上了 等一下我先把水弄进去 好 我们去捡一下钱就准备做个结束 哇 右边的那个 那个围墙快爆了耶 可能下一集要来盖个尖刺了 OKOKOK 好 那我们这集的影片呢 就暂时到这里结束啦 下一集呢 持续继续搜集 找这个黄色水晶喔 没有黄色水晶是不能做玉盒塔的喔 他也不能就是在商店买 商店银行啦 银行也没有卖这个黄色水晶 他最多只有卖到钻石了 也就是一个很可惜的地方喔 那 下一集 顺便还是要多搜集点 树的 木材的部分 然后 跟水晶的部分 然后 围墙修理一下 盖一下尖刺 大概就差不多了 好 那么这集的影片就是暂时到这里结束了 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系列 或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按个喜欢 或是订阅 或是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 我是雷雷漢 那如果更多人看到我 就更动力就继续抓住 按了订阅 按下订阅 按下订阅 旁边的小铃铛 再来我们一次上传影片 我是开直播说的 就会通知你喔 那么下一节影片再见喔 大家 掰掰